有请李小鹏 大家好 我是李小鹏 少刚老师 Nice to meet you Me too 潘小婷我们都是认识很多年了 其实我有个问题 一直没敢当面问你 我们都是体育人 你觉得 桌球也算是体育运动吗 我们奥运会的时候压力也很大 有时候太紧张了 都会约着打打台球 不知道你们台球运动员 平时怎么放松自己的 是去低厅约李小鹏跳吗 病毒员都会有个伤病 我们都是胳膊断了 脚骨折了 只有班小婷 肩周炎 颈椎病 腰间盘突出 去了医院 大夫都说 你这个病一看就职业病 平时肯定是坐办公室坐的 不用吃药不用打症 下了班去打打台球就好了 陈毅如 毅如我们一起路过急速前进 但是毅如一直被他的队友拖累 成绩一直垫底 队友很不好意思说 哎呀 我觉得我这样拖后腿的人 不配待在团队里 陈毅如一听 不开心了 你说谁呢 拖后腿怎么了 好样的 我们体操队其实也是一个男团 不过和飞轮海比不一样 他们是偶像男团 我们是实力男团 体操队真的是人才积极 竞争很激烈 北京奥运前一年 我在训练时腿骨折了 二队的队员马上都跑过来 跑得比对一还快 每个兄弟脸上都写满了 关切 担忧 和隐藏不住的喜悦 后来我住院治疗 他们每天轮流着来看我 甚怕我恢复得太快 提前付出 一直叮嘱我 小鹏哥 你一定要好好养伤 千万别勉强 毕竟你们家只有你 拿冠军这种事 谁上都行 开玩笑 我的兄弟不是这样的 他们每天都是全身心的投入训练 根本没人来看我 周世明很棒 两块奥运金牌 非常了不起 毕竟 我和陈璐两个人加起来 也才四块 我和世明很像 同样一年出生的 然后呢 咱俩个子也同样的矮 还都是奥运冠军 不过我拿冠军 主要靠技术10号 腾空高度高 落地站得稳 他拿冠军 主要靠挨打 躲得快 但是呢 我们俩同时呢 也会带着小朋友一起运动 阿里非常喜欢体操 对这个健康体态都有好处 但我觉得吧 不一定非要让小朋友 练家长自己的项目 我就经常看到周世明 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 塞照片 父子三个人 鼻心脸肿 极乐融融 小婷 你以后有了小朋友 也别带着他老打台球 毕竟几岁大的孩子 得了办公室病 可不是闹得玩的 老师一问 你孩子有什么特长啊 音乐 美术 腰间盘 都非常突出 周世明 之前很意外地 输给了一个业余拳击手 一个快递员 这里必须要强调的是 业余 拳击手 不然新闻就会说 周世明输给了快递员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偷人家快递 被快递员打了 后来周世明又去演电影 又输给了马云 从快递员到马云 哎呀这个电商啊 行业啊 真的是长龙卧虎 从上到下随便拿一个都能打印周世明 大家知道我这几年也在做这个电商行业 所以世明啊 有空来家吃饭 大家也很担心这个运动员退役后的生活 担心我们从小练体育 退役后职业转型 会不会有困难 所以我们现在还成立了一个基金会 第一个受益的就是我自己 我也希望哈 各位都能参与进来 张指导 可以教教大家这个延长职业寿命 然后周世明 可以教教大家坦然的面对失败 潘晓婷 可以教 教个男朋友 好 运动员这个行业呢 就像登山 每上一步都非常的困难 一个领域呢 可能有几百万人 几千万人 几亿人 同时竞争 我和世明呢 能够战胜所有的对手 登上顶峰 真的是付出了很多 世明上山的路 走的是鼻青脸肿 在这 我衷心地祝福世明 下山的路 也能重重重重重 谢谢大家 我是李小鹏 Thank you See you later My English is very good 哈哈哈哈 我希望你们此时 等会 我先来